最新的研究显示美国千禧一代人均负债2.8万美元 而信用卡账单就是他们的主要债务来源 一方面这是因为千禧一代不愿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 而另一方面美国薪资水平也没有跟上物价的增长 平均工资只有40年前的购买力 来看详细数据 根据美国西北相互人寿保险公司的研究 除去抵押贷款 千禧一代平均每人累积了27,900美元的个人债务 其中债务的最大来源是信用卡账单 专家表示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 很多千禧一代面临的一个问题 是他们不想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 即使他们的收入较低或者还有学生贷款要还 这让他们累积了大量的信用卡债务 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 因为为未来的财务目标存钱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说是买房或者是建立退休基金 但是由于千禧一代正在偿还学生贷款和信用卡债务 所以千禧一代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 提前考虑退休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然而对于许多千禧一代来说 负债并不仅仅是因为想要提升生活品质 另外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美国人的平均工资只有40年前的购买力 加信理财发布的2019年现代财富报告显示 近三分之二的千禧一代表示他们是月光族 薪水勉强维持生活开支 学生贷款也是千禧一代负债类类的重要因素 研究发现 从1998年到2016年 背负学生贷款债务的家庭数量翻了一倍 千禧一代背负的贷款债务中值为1.9万美元 明显高于X一代的1.28万元 中天中望这位报道